我们现在接着讲 黑茶里面的再发酵的茶 也是我们说的后发酵的茶 这个茶 砖子普尔的生茶的变化的过程 就是把它晒在太阳下面 拿了尾雕啊 晒一只啊 整个加工好了以后 然后根据我的需要 地域不一样 压成坨 压成饼 压成砖 这个饼砖砖 就是我们每年 用今年刚刚晒制好的 晒清的茅茶 因为尾雕以后发酵了 发酵以后呢 压成饼砖砖 我不管它了 明年的春天来了 开始稀潮 自己又开始发酵 到了夏天这个雷暴的季节 又潮 湿气大嘛 温度又高 加速它的发酵 比较加快 到了秋天 慢慢地停止下来 停止发酵 冬天就像一个储存一样 第三年春夏秋冬 第四年春夏秋冬 第五年同样是春夏秋冬 这里有三句话 根据春夏的不同 根据春夏里面的三头不同 根据三头上的树种不同 它经过八到二十五年的发酵 它就由清饼变成了黑饼 这种茶就是我们纯茶里面的唯一可以用的 这里有三个概念必须给大家重要的重申一下 第一 为什么普尔的生茶 我们刚开始做成丙陀砖的时候 我们叫清饼 你看见它的叶子很绿 它不是绿茶 它经过尾刀的这种后期 稍微后面的一个清发酵了 它已经跟绿茶没关系了 但是它跟清茶有关系 又不是成品的清茶 所以我们称它为清茅茶 就清茶的茅茶 第二个观点 我们在做这个普尔的时候 最关键过去的传统工艺 它是什么 它一定是什么东西 一定是赛清的传统工艺茶 第三个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清饼的变化过程中 那么它有一个年代的期限 就是八到二十五年 根据地域不一样 刚开始它是属于清饼 慢慢慢慢变 就变成了黑茶里面的 熟茶的手柄 也叫黑柄 当代植物必须有根金叶花果 至于前面海藻植物 只有叶 第一植物有叶有根 或者是我们说的绝类植物 没有花有果 那么茶叶就是介于 绝类植物和当代植物之间的一个植物 所以说它的选择性呢 经常会有繁足 它会跟别的植物进行杂交 我杂交一个张树 哎 香味还可以 虽然茶运不足 还不错 但我杂交一个有毒的 像龙血树的 你的喉咙这两天破了 那不是中毒了吗 所以说原生茶树 是不能直接饮用的 也不好喝 那么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单株大古树 古树什么 那都是人工种植栽培野化型 很拗口 也就是说 过去几千年一个朝代 种了这个茶 后来改茶换代人跑了 又来一拨人 来来回回换 换到最后 它都在村边 今天有人管 明天没人管 又野化又培训 来来回回换 这种茶的种类 云南只有三种 三个品种 就常规型的 量比较大 叫出什么特点来的 我们都给它一个词 叫蒲儿种 第二个呢 我们叫大理种 就是云南大理 大理这个地方 由于野生的 引种的小叶种也有 大叶种也有 它在不断自然的 杂交过程中呢 大叶种小叶种的结合 出在一种新的品种 它的牙头刚开始出来很小 所以它太小了 做成大饼不好看 就一般来做成坨茶 所以大理种 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种类 第三个种类 你们都建得非常的少 我们叫什么 叫藤条种 主要生长在 就整个林昌地区的 西归 西归村 很有名吧 冰岛 冰岛附近 由于它这种藤条种 阳光不均匀 内含物质不高 适合喝新鲜的茶 所以普瓦的生茶 能够马上喝的 西归的 冰岛的 还挺好喝 那么一五 由于年年进入 它的茶数虽然老 但是美莲汤 它有个生长 它没有这种 很老的那种 所以说 它一般 十到十二年就成熟了 老伴章 由于是这几年 才大量的开发 它的树 做林相对比较老一点点 哎 内含物质也比较高 那么老曼鹅由于大树比较多过去 所以刚开始核又苦又瘦 这个地域也有原因 所以它一般要二十年到二十五年 总结一下 整个黑茶的两套系统 一种是深度发酵的三个月到三年的 这种发酵形式的六大茶 六种茶 这一种呢 是专止普尔 这个后发酵的茶 再发酵的茶 这两套系统组成了中国的黑茶 根据我前面发酵工艺的不同 这一棵树上 它可以做成绿茶 也可以做成黑茶 就是看工艺来 同一棵树 工艺不一样 可以做成五种茶 大家明白了 只有我们后面马上要讲的白茶 它既要讲工艺 又要讲树种 绿茶 还要讲工艺 和这一棵树上 没有 想树上 相当树上 更正的 桑 在这一棵树上 想树上 等下水 或是 这种 下水 大 什么 下水